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2日 来到纽约曼哈多尔公园大道 我家这个东23街 那过马路在街的对面去一个案发现场 街道的名字找一个出地铁站 这里有一个免费检测新冠肺炎的站点 在6号地铁站的出口 左前方有一家7-11这个商店 前几天发生了打砸抢事件 正门口扫一下 那纽约警方星期四表示 一名7-11的员工在店里面上班的时候 被多名嫌疑犯进行了攻击 并且嫌疑犯偷走了店内的商品 那大家先看一下警方公布的通缉 嫌疑犯的视频录像 就在后面这家7-11的店里面 法人家6-11的店铁站 所以我可能不够 在新冠和的人上 在人家妈妈妈的电子上 那是沙显你们的 Bullet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刚才的视频可以看到 上周星期四在这家7-11店里面 一共闯入了6名嫌疑犯 他们偷商店的东西 然后还袭击商店的店员 直到今天10月22日为止 警方仍然在搜查多名的嫌疑犯 那警方报道说 店里面一名33岁的雇员 在这里面工作当日 10月6日下午6点50左右 格兰美西第23届和公园大道南区 闯入了6名年轻人 进到店里面 开始行窃和扔东西 当时店里面的雇员呢 试图干预他们 但是这6个人群呢 朝他们丢东西来打他们的脸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警方公布的视频里面 也是非常的混乱啊 这6个人呢 他们向工作的店员呢 扔鸡蛋和其他物品 当时啊 在里面工作的店员啊 躲在收银台的后面 进行掩护 当时啊 店里面工作的人员呢 受到了撕伤 等这群人走了以后呢 工作人员就报了警 警察来了以后呢 这些店员呢 他们没有到医院进行治疗 那前两天呢 警方公布了这6名嫌疑人的图像 包括一名师傅 手持的那个杆子的一个人 所以看到视频 有任何信息的人呢 可以打电话 1800577-TIPS 支持一下7-11 买了一瓶果汁 那知道线索的朋友们呢 请拨打警方提供的电话哈 消息来源绝对保密